12月4号由国家体育总局棋派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陕西省体育局主办的一带一路陕西西安2020年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大师巅峰赛在西安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棋派运动管理中心国际象棋部主任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田洪卫陕西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王平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本次比赛的刊文仪式 比赛共邀请中国冠军棋手侯亦凡 谭忠仪 雷挺杰 赵雪和六名国外顶级女子国际象棋棋棋手共十人参赛 其中国内选手线下参赛 国际选手通过国际竞赛平台线上对战 吸引全球国相爱好者线上观看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比赛 我们也有青少年选拔赛 让青少年参与其中 一个是扩大陕西西安国际象棋的人口 同时呢 我们也想借此体育这个平台来拉动 助推陕西西安的旅游 达到这种双赢多赢 我们想以国际象棋作为一个纽带 来驾起西安跟世界各国沟通交流的这个桥梁 本次比赛作为一带一路陕西体育精品赛事之一 通过高端赛事的影响力 有力的助推国际象棋在陕西的快速发展 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全面发展